这个属于一个保育社 保育社就是保温的 因为小就怕冷嘛 这个范围里面最主要就是 我们给它提供一些比较高的营养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蜂蜜室的产房 这个卤酸菌就是我们混在池料里面 它可以耐酸到pH2 一般上的卤酸菌都不可以 它有杀菌的作用 洗脚主要目的就是 给它环境比较清洁 现在我们是要做一个财经的步骤 猪是哺乳动物里面 精益最多的东西 它平均可以到200毫升 这也就是猪的精益 精虫的动作也很健康 现在我们做的是人工受孕 人工受孕的好处就是 可以帮我们省掉那个猪猪的数量 我们的花肉它会带一点肥 但是不会腻的 没有我们的那个antibiotic 没有那个长路肌受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赞 订阅 打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小到大也就在农场里面 来参观农场就经过我们这个更衣室 通常都要换这个衣服 然后我们进来这边消毒 经过我们这边来换鞋子 经过我们这个消毒池 才到我们的农场范围 我们的农场主要的部分 可以分为是我们的大猪蛇 这个猪我们养大了以后 差不多六个月到六个半夜 我们就吹猪蛇 这边就是我们的脚猪 要小不小猪 我们的小猪 这个两个月到三个月 一个月大的猪 我们的这么散 我们的风扇在中央管理里面 而且我们的风扇全部是自动湿的 温度到就走 总之温度在28度以下 它就走 它走 28度以下它就停 它们那个猪啊 它热的时候它就去那边挣那个水 它有水它就玩了它就在那边 这个属于一个保育舍 保育舍就是保温的 因为小猪怕冷嘛 这个范围里面最主要就是 我们要给它提供一些比较高的营养 这个环境里面呢 我们要保持那个温度 给它差不多30度 30到32度 这个保育差不多一个月 一个月以后呢 差不多42天以后 我们要做那个疫苗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 蜂蜜室的这个产房 母猪要生产就全部要进那边 进来这边 好 蜂蜜室的温度我们是会保持在28度 我们的挑战是在 宰猪需要一个很温暖的环境下 母猪需要一个很凉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哪一个平衡 是在28度 这个是我们的货枪啊 这个是黄豆泡啊 我们主要的那个原料来源呢就是 我们主要的那个原料来源呢就是 进口了 饲料成分 我们就是以猪的每一个阶段的猪 来去计算它的所需要的营养 有玉米 有黄豆 还有这个麦康啊 还有一些营养剂 维他命啊 矿物质等等 甚至有一些鱼粉 鱼粉就是供给那个比较小的猪 那个动物蛋白 比例来讲一般上就是玉米 玉米酱比较高成分 因为我们要它的热能 能量 这个黄豆的9月是老大的那个蛋白质 我们这里养的基本上是 跟市场的猪是一样的种类 可是因为我们的养殖方法不同 所以我们称之为樱花猪 我们养这个樱花猪呢 食料里面完全没有放这个 汤生素在里面 同时也没有这个长露剂 甚至这面市面上所用的 那个鱼鱼我们也没有用 我们就添加我们这个卤酸菌 就是养起来的旧啊 它就比较健康 这个卤酸菌呢 就是我们混在食料里面 也就吃到肠道里面 在肠道里面去发酸 就效果更好 日本的特异菌 它可以耐酸到pH等度 一般上的卤酸菌都不可以 它有杀菌的作用 这个最关键 这个是我们这个卤酸菌 它移进来的 这个是水溶菌的 我们这个呢 每一个晚上呢 我们冰箱完毕以后 我们每天都有喷 这个卤酸菌喷呢 就是减少它的那种氨气 同时也会杀菌 这种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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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硬化露的时候呢 是一个偶然的啦 我记得就是 从一张爆章看到 就是当时槟城 消费人学会 爆章出来 就说 OK 你们猪龙 你们既然养这种猪 来给我们 不健康的猪 整个养猪业 是一个黑心猪龙 我第一时间就想到 我要改变这个养猪 我想养一个比较品牌的一个猪 出来提供给它消费人 洗澡的主要目的就是 第一 给它环境 给它比较清洁 而且你的猪又比较凉爽 每天 最低限度洗一次 那猪哥呢 最主要有一个好的环境 给它舒服 给它提供好的食料 它自然而然就 长得比较健康 卫生方面 不要给它污染 整个环境里面 还有要减低它的那个氨氨 氨气减少 我一心就你看 你整个环境里面 养了这个氨化酒以后 感觉到好像 好像不再出场 当然味道稍微有点 不说100% 主要就是说 能够把整个环境改变 所以我们要准备一个 财经的漏洞 所以我们要准备一个 财经的漏洞 现在我们是要做一个 现在我们要拿那个 银子 避免那些肮脏的东西 留下去 把那个精益破坏掉 银子 猪是哺乳动物里面 精益最多的东西 它平均可以到200毫升 好 我们拿回来 我们在那个检验室 试试了后 我们会看到 那个金虫活力 现在我们要看 那个金虫的活跃度 这也就是猪的经历 从这个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猪的经历的浓度 然后基本上看那个 金虫的动作也很健康 所以 准备来讲是不错的 现在我们就会 after检控了精益过后 我们现在就是 开始包装了 包装的过程 就是要 掺这个水 我们掺进去过后 那个金虫就可以耐了 这个水我们是 模仿那个 猪的高丸的温度 所以 精益的温度 跟这个温度是一样 现在我们做的 就是人工受孕 步骤就是要等 那个母猪发情 然后拿我们刚刚 所采的精益 然后就注射进去 人工受孕的好处 就是 可以帮我们省掉 那个猪工 然后帮我们比较好 来控制那个母猪的 那个时间 主要是省掉 那个中猪的数量 对 到配种后 要经过114天才诞生 才出生 那小猪 这些是 他们现在是哺乳期 到了28天过后 他们就会离乳 离开母亲 他们就会去到那个保育寺 他们就会去 开这个 玛丽 玛丽 我们猪等一下到那边上来 经过这边 来这边上来 然后去 你自己走 来 来 flipping 那 does continue 一般上体重都是 我们就是养到90到90亿 甚至有一些害人 这个栽枝蹭了以后 我们上车上了罗里给它洗澡 给它凉了以后 然后我们这个就再去上去 这个就是我们的冷房车 冷冻车里面的核档的 这个株是我们从那个杀猪场那边 载回来的 冷冻车的冷气肯定一定要够冷 才保持那个株的那个新鲜度 再回来的途中也是冷冻 到这里我们直接就会把它挂去 其乐屋里面 全程都是保持那个冷的 这一边的话就是我们那个叫 其乐屋比较冷的这里 我们放在这边 这个屋大概有零度 我们这边因为杀猪场回来 已经是旁观晚上了 我们晚上就会放在这边 一个晚上 我们叫托酸 然后我们第二天 一早三四点 我们就会把它分配 因为要这样冷的环境下 它才可以保持它的新鲜度 这个就是我们从杀猪场出来的猪 首先我们是要把排骨切掉的 排骨就是人家都来排骨王那种 人家都来蒸排骨 然后做豆浆排骨 这个是花肉 所以我们花肉呢 我们就是这样子 人家平时做那个烧肉 就是这一块 楼具哦 东坡肉也是用这个 我们的花肉没有吃长肉是什么 它会带一点肥 但是不会腻的 中坡肉是这个肉眼头这里的 它前面这一块的肉眼会接到这个中坡这里 这个做托的也是可以 这个叫肉眼 这个是做日本餐就来做猪托 如果大块的呢 它们有些这样大块 它们就拿来等汤 我们会比较仔细把这些肥肉 油根这种切掉了 我们叫后腿板肉 它是后腿的其中一部分 人家要这个来做瘦的茶勺 它们这样子穿穿穿穿 切勺这样子 把起皮 起皮扣就会做叉烧的这种 Sakura肉和普通的猪肉 做起来的叉烧会比较鲜甜 而且不会很干很硬 它的肉质会比较软 而且不会有那种猪肉的腥味 这道叉烧呢 材料呢 我们要有五花肉 那首先呢 我们把肉放在一个碗里面 把所有的酱料都倒进去 叉烧姜 少许的酱油 然后放一点点的烧心酒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放蚝油 少许的蚝油 糖 少许 放少许的胡椒粉 还有姜汁少许 就把所有的材料 腌制好 我们把腌制好的肉 放去冰厨 腌制最少24小时 首先呢 那我们要放少许的油 石油 就把盐制好的肉 放在平底锅 锅不需要先预热 因为待会儿我们要 把叉烧肉焖煮一下 然后才煎 然后把锅盖盖起 焖熟了 肉之后才来煎 这样的话肉质会比较嫩 而且不会太干 在焖煮叉烧肉的过程之中 也必须要反一反 然后我们才开中大火 把它煎两边 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把它切片 然后剩盘 这个就是已经完全上市的 叉烧肉 这里就是我们的工厂 这里 我们这个Sakura 没有我们的那个 没有那个 掌路径的瘦路径 没有药残留 我们的那个 比如说给人吃下去的口感 比较鲜甜 比较香润 而且他们的油脂 吃下去会比较脆口 不会油腻腻这样子 现在在这个市场上 掌路径没有了的 但是有一种是培林 但是我们这个掌路径 我们也是没有用的 最通宵最能销的就是 排骨 花肉 梅肉 这几种肉 通常我们做猪扒 肉会用中嘴肉来做 因为中嘴肉它会油脂分明 然后它比较有嚼劲 我们来准备腌制中嘴肉 我们必须照着猪肉的纹理 把它的筋给切断 划开后 我们拿锤 轻轻地敲打 锤了过后就把所有的材料腌制 收放少许的海盐 然后黑胡椒粒 和香料 腌制之后 可以放一个小时 首先我们也是放少许的橄榄油 热了锅之后 在煎的过程之中 我们必须一直反复地反它 然后我们放一点点这个烧心酒 给它收汁 让那个猪扒更有香气 当我们的猪扒开始出油 收干汁的时候 然后就已经是好了 我们的水开始滚开的时候 再放少许的海盐 就直接把意大利面放进去汆烫 然后我们的意大利面已经好了 把它滤干水分 现在我们要搬炒意大利面 首先我们要放少许的纯的橄榄油 中小火 蒜末 加进来 海盐 意大利香料 小火轻轻地翻炒 把我们的菠菜放进来 翻炒一下 然后就直接把我们的意大利面放进来 炒到它均匀就可以了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猪扒意大利面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猪扒意大利面 农场也要倒闭了 那时候市场真的是价钱跌倒很厉害 我的目标是把这个农场 完全地走出这个传统式的养殖 就去到这个现代化 加上我们的这个科技的技术 去配合 然后我们是希望是可以带给消费者 一个有信心的猪肉的品质 去给你们去吃得安心 原来你的位置 在后面 在外面 你一定要听到 我希望他们能够发扬更大了 希望看到以后 能够养一些好的猪肉 因为始终我们养猪这个行业来讲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能够养一些比较健康的肉 提供给我们这个社会人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一定是一个农村 的 感谢